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流程控制语句当中的循环语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循环语句 循环语句的话 它表示的就是在满足一定的一个循环条件下面 去重复的执行一段代码 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while循环 while循环的话 它也是我们在使用循环语句当中比较常见的 它的一个语法结构 while后面跟上的是一个条件 这一个条件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逻辑表达式 要么为真要么为假 如果为真的情况下的话 它会去重复的执行do后面的这一个语句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就累加 从1加到100 也就是说我们1加2加3 一直加到100 这样的一个计算 这一个计算的话 它很显然会用到一个循环 因为你每加一次 实际上这个数字 它是在加上了1 比如第一次我们是1 然后第二次就是1加2 第三次的话就是1加2加3 然后就是它之前的这一个结果 加上它当前的这个数字 那么我们用我们的一个循环来实现 我们进入到 收费的dosmini下面来 同样的我们会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所以我们会选用一个数据库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分割符改成dollar 我们在创建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不用返回值 比如这个就叫pi的number 这里面要需要定义两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的话 它就是用来表示每一次第一次循环是1 第二次循环是2 那么它有一个循环的一个初始值 这里面我们定义一个循环的初始值 这个初始值呢 我们可以定义为i 它这个inter类型 给它一个默认值 它是从1开始的 咱们再定义一个 第二个叫我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求和的一个结果 它也是一个inter类型 我们也给它之前初始它是0 你什么都没有加的时候 那么它的一个结果是0 所以这里面我们先定义两个变量 定义两个变量之后 我们现在就开始循环 循环的话 它是满足是1到100之间的这些数字 所以它的一个条件就是 只要这个数字是小于等于100的 那么它都应该加入到我们这个累加的这个行业当中来 然后do 然后do里面就是我们累加 这个累加的话就需要set 然后我们这里面就是add result等于它之前的结果 这个之前结果一加二 比如说第二次循环的话一加二 然后第三次循环的话就是前面的循环的这个结果值加上当前的这个变量 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就会加上当前的这个i值 每次循环的时候这个i它是不断的在增加一的 第一次是一然后第二次就是二第三次就是第三 然后它是每次都要累加一的 所以我们给这个i值 等于i 加一 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这个 循环的这个编写 end well 把我们刚才计算这个结果之后我们给它显示出来 select add result 然后我们就是end 然后就用分割符结束 好 我们把我们的分割符变成我们的一个分号 然后掉下这个存储过程 这里面都已经计算出 从一加到一百 它的一个结果是五千零五十 这就是我们刚才应用的一个while循环 实际上这个while循环的话 重点就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变量 就是它在满足这个条件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它会去重复的执行这个du里面的这个语句 这个语句它是不断的去执行的 然后执行完之后 一次执行完 那么第二次的时候 它又会再去重复的去执行它 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这是一个while循环 当然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个while循环 向我们这个数据库表里面去添加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张表 这里面我们把它的一个编码改成gpk gpk就是一个中文编码 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的是 我们向这一个表里面去循环加入1000条数据 循环加入1000条数据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到是通过我们while循环去累加的去插入1000条数据 那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把它改成一个 做的符号 重新创建一下重新创建一下 刚才这个 刚才这一个 刚才这一个 NP 好 Begin 好 这Begin的话我们就是考虑的 那么要像这个表里面插入1000条数据 我们首先我们得获取的是我们这一个 NP number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编号 因为你下次插入的时候 它是在这个最大这个编号上去加上一个1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定一个变量 这变量就是max enp number 然后它这个int类型 我们最开始可以给它一个值 给它就是一个0 那这个变量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到 它现在是从我们从1一直累加到1000的 也就是说从1到1000条数据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定一个初始变量 这个初始变量的话就是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定一个叫i 然后它这个值是1 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循环了 那么这个循环的话就是i小于等于1000 i小于等于1000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的话我们首先要去计算的是 我们那个最大编号 这个最大编号这个计算的话 selectmax 我们通过我们那个聚合函数去求 enp number 求出来之后 我们intu到我们的一个max enp number中来 然后for1我们的一个 s这张表当中 这个支援之后我们在最大的这个编号 给它加上1 因为你下次插入的时候 那之前是1003那么你下条数据那么肯定就是1004了 所以这个最大编号的话它是在原用的这个最大编号的基础上去加上了一个1 就是set max max imp number 就等于 max imp number 加1 然后我们就是写上一个insert的语句 insert 那这个insert的语句的话 我们可以insert insert 我们是imp 那么表 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插入inp number 然后first这些data我们可以随便倒是给它指定一个 然后first name 然后last 然后last gender 然后here data 然后values我们给它values就是这些值 然后values第一个值就是max emp number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随便指定一个20 甚至是0 然后1月1 这些值都是随便指定的 然后还有一个性别 还有一个收拼日期 执行完之后我们就是一个end while 然后就是一个end 结束 Dollar end 刚才是我们这个写错了 把它重新给它放过来 您在我们这个记事本当中修改一下 ult answer into 那是here 好 这里面有一个here date 刚才复制的时候我们又复制完 我们再把它放上来 这是我们刚刚修改好的这个存储过程 但这个存储过程它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i小于等100 这个while循环很容易会出现一个死循环 也就是说它会重复的去执行这张代码 直到你这个系统崩溃 所以这里面我们一般情况下while循环做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就是让这个条件呢有假的时候 这个假的时候呢 我们就最开始它默认是i 是等1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循环一次了 我们就让它自加1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还给它加上一个代码set i等1 i加1 这是我们的一个存储过程这样的一个创建 我们现在把这个已经修改好的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给它放到我们多数环境下面来运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创建好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再把它的一个分隔符给它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一个分号 咱们现在再调一下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现在已经执行完了这个存储过程 然后执行完这个存储过程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查询一下 在我们查询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一个编码改成gpk 然后select它下 simple run npl1 s 这里面都已经执行完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然后它会给我们累加这么多条数据 总共我们刚才插入了5779条 包括之前的有数据 这里面之前的它是有数据的 通过我们这个wile循环去实现的 像我们的数据表里面累加多少条数据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任务案例 这个任务案例是 更新 更新编号为偶数号的ginder这个字段 为m 这个编号 这个编号为偶数的这个 这个 这行的数据 它的一个ginder 这个字段为m 就是说 在我们这里面 参与出来 它这个编号 比如6774 这样的一个编号 那么 要把它的一个ginder 给它 干脆给它 更新成为f吧 就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个呢 也会用到我们这个wile循环 这是留给大家的这个任务作业 那我们这一讲呢 主要就是讲解了关于wile循环 这个wile循环的话 注意点就是wile 它里面有一个条件 然后有一个du 但是这个条件的话 它不可能永远为真的 如果永远为真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死循环 死循环的话 它就会一直去执行这一段代码 系统可能会被这一个进程给拖垮 这是它的一个语义法 然后我们指引完就是一个underwile 然后加上一个分号 所谓的循环就是不断的去重复的去执行一段代码 这就是我们这讲的一个内容